我们看见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 不但不能让自己所爱的亲人生命被救赎 那时节就指出了金钱和财富所不能解决的另外的问题 就是经文说他必见智慧人死 又见淤丸人和畜类人一同灭亡 将他们的财货留给别人 这第二个方面实际上是与七节到九节相关的 既然人的生命不能被钱财所买赎 那么就只有面对死的问题 而在死的事情上我们会看见 智慧人演气 淤丸人和畜类人也都要面对生命的结局 在死的事上实在是无比的公平 这里的智慧人不是指着属神的智慧人 他乃是一般的聪明者的范称 意思是无论你聪明伶俐 无论你是愚丸愚昧不可教化 简直像畜类一样的人 最终都不能不面对死的结局 而且在他们死的时候 一个让人看起来最为无奈的现象 就是他们在活着的时候积攒了许多的财富 但却留给了别人来使用和花销 前些年我在北方府市的时候 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 我不想把它讲得太具体 这真实的故事是说到 有一个年轻的富人 她生了重病 花了不少的钱都治不好 最后撒手人寰 留下了很多钱和庞大的家业 在她死了之后不久 她年轻的妻子嫁给了这个富商 从前的属下 所以有人就在传讲这个故事 就叹息到 以前是这个下属 在给这个富商打工 到头来富商的一切的钱 都因着她的遗孀 嫁给了她的下属 而变成了这个下属家的 所以有些不怀好意的人就议论 说是富商给自己下属打了工 我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说实话心中很感慨 我们不应该任意的去批评 那位富商的遗孀 与丈夫的下属 所组建的新家庭 我们愿他们幸福 因为毕竟富商已经离开世界 我们所凯探的 只是人生的现象 和人们脱不开的结局 那就是死亡 所以人生多么的脆弱 我们可能在世上 赚了不少的钱 但最终留给谁了呢 很多人将自己的财富 留给了儿孙 结果很快就都被败光了 也有人赚了不少的钱 自己一直都没有花 舍不得花 最终被别人得到 被别人花销 这其实都是人世间 有的时候躲避不了的 一种结局和定律 第十一节 就是倚仗 货财 自夸自己财富多的人 还要面对一个情况 那就是 人的生命 常常存有妄想 这是第三种情形 当那已经死去了的人 他们从前在活着的时候 因着自己的家业大 财富多 所以他们就期盼着 家世必永存 住宅 必留到万代 而且他们还以自己的名 称自己的地 你看到没有 像这里所说的情形 我们中国人 样样都有 但问题是 谁的家世永存 谁的住宅 留到万代 用了自己的名 称自己的地 又真的有保证吗 这一切都是虚空 都是虚幻 都不稳固 所以十二节就说 按照 那在亚当里 已经犯罪了 堕落的人 生命的性质 人居宗贵中 是不能长久的 就像什么呢 就如同 死亡的畜类一般 人盼望的 都是永远安康 永远幸福 永远富裕 永远兴盛 但中国人 老早就发现了 福或相依 当有货的时候 里面藏着福 当有福的时候 里面藏着货 人永远也没有办法 想尽了人生的好处 所以人自以为 在由金钱 财富所带来的宗贵中 人们竟可以 宜然自得 骄傲自夸 但问题是 不能长久 所说 如同死亡的处类一样 就在告诉我们 人一死去 人的身体 在死了之后 要归于尘土 这个情形 就跟畜类死亡一样 显得低贱 并不高贵 我们在此 并不是说 人的生命 人的灵魂不高贵 这里我们所说的 不高贵 如同诗人所说的 像死亡的畜类一样 都是指 在亚当里 犯了罪的人 生命 身体 就都必须得服在 罪和死亡的权势之下 长久不起来 也高贵不起来 在古代的时候 一个有钱的人去世 不管他 安葬的仪式 做的何等的隆重 坟墓修的何等的气派 宏大 他的身体 依然免不了 要被蛆虫所吞咬 最终化为一泡泥土 接着是第二段 十三节到第二十节 我们看到十二节 将第二段结束了 成为第二段的委屈 那接着第十三节 就开始了第三段 第三段所讲的 就是诗人告诫世上的人 要醒悟 如果还不醒悟的话 那尽管人可以活在 中贵中 有钱财可以倚仗 并且有大势力 但是这样的人活着 也就如同 已死亡的畜类一般 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就说 那倚仗财货 自夸钱财多的人 在活着的时候 所行的道 就是所做的一切事 根本都不出于智慧 而是他自己的愚昧 但是这个世界的 世界观和价值观 往往是颠倒的 普遍的人们 在今天的世界上 都是黑白不分的 因为那些 如同死亡的畜类一样 死的人 在他们过去了以后 他们以后的人 还佩服他们的话语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内容所讲的 是指着 那些已死的 有钱有势的人 当他们活着的时候 他们的发迹过程 也就是成功使 成为了很多活着的人 争相去模仿 学习的榜样 他们也一定留下了 不少的话语 其实就是经验和心得 这些经验和心得 令许多活着的人 佩服 那这些活着的人 就下决心 要走 那已经死去的人的路 那接着 在十三节的结尾 就出现了 喜拉 诗人一经过 在神面前静默 他也带领在当时 听他发话的 周围的人 一同静默 就引来了 第十四节 非常重要的话 这里说的相当的严重 经文说 他们如同羊群 派定下阴间 死亡必做他们的牧者 到了早晨 正职人必管辖他们 他们的美容 必被阴间所灭 以致无处可存 这句话 为什么厉害 其实就是在提醒 我们今天活着的人 要谨慎地在人世间选择 自己所要效法的 成功的楷模 我们自己 特别佩服的 和所要学习的某些人 实际上 按照他们真实的光景 他们已经是 下了阴间了 而且死亡 就像他们的牧人一样 带领他们下阴间 他们就像 羊不能脱离牧者一样 不能脱离 那已经临到他们身上的死亡 那这话多重 这都在告诉我们 不要去嫉妒 羡慕并渴望 成为世人当中 所夸耀的 那一位又一位 这些人在人世间 所有的荣耀 威荣 都已经在阴间被灭掉 从前 那在人世间 金光闪闪的东西 到了死亡之地 完全没有了色彩 和任何的影响力 所以我们的心 当羡慕什么呢 实在不要羡慕世界 也不要以世界上成功的人 又名望的人 为自己要去追求 和努力的标杆 15节 诗人就把话 转向自己 当他说到 那些 忘用自己的财富 不敬畏神的人 下了阴间的时候 他就说到自己 乃是另外一种光景 经文说 只是神 必救赎我的灵魂 脱离阴间的权柄 因他 必收纳我 这就在表明 诗人 与那被死亡 带领下了阴间的 那些人 是不一样的 那样的人 倚仗自己的财富 不能得到 生命 被赎的恩典 但诗人 不倚仗自己的财富 却被神 给他带来了 真正的救赎 所以你用七节到九节 来对比这里的第十五节 我们就会看见 诗人交代了两种人 也交代了两种人的 生命的结局 这里十五节 讲完了 因为神必接纳我 经文的结尾 就又出现了一次 喜拉 当诗人 和听智慧训诫的人 在静默之后 紧接着从十六节 一直到二十节 就是诗人所发出的 训诫的教导 十六节的经文说 由于我们已经知道了 那倚仗财富的人 最终是像羊群一样 被派定下阴间 那于是 我们这些 听智慧训诫的人 活着的人 在在人世间 看到有人发财 家世增荣的时候 就不要惧怕 惧怕的意思是指什么 是指 人担心 神 对人不公平 有人那么坏 怎么他还赚那么多钱 这就是我们里头的惧怕 因为有些人 我们知道 他们人又坏 又恶 再加上钱财多 家业大 这就会使得他们 做更多的坏事 做更多的坏事 就必然会 令义人 穷苦的人 谦卑的人 受苦 遭逼迫 那诗人就劝勉 说这些 发了财 家世增荣的人 到他死了的时候 什么也不能带去 他的荣耀 不能随他下去 下去的地方 就是指着阴间 十八节说 他活着的时候 虽然自夸 唯有福 然后括号中说 你若立己 人必夸奖你 第十九节说 他仍必归到 他历代的祖宗那里 永不见光 实际上十九节 就与十四节 呼应在一起 告诉我们那些 倚仗钱财的人 会一代一代的 都去同一个地方 就是阴间 那里 是见不到光的 到第二十节 就成为了 第三段的结尾 这里说 人在中贵中 而不醒悟 醒悟什么呢 就是去醒悟 本篇 智慧训诫的 所有的内容 尤其是 财富 不能当做暑假 买人生命的问题 还有 人若不得着 救赎的生命 就必会 被死亡的牧者 所牵引 下到阴间的问题 诗人强调说 人若不能在 活着的时候 醒悟这一切 那他就如 死亡的畜类一样 这死亡的畜类 其实就是 十四节里面 所讲的 被派定 下阴间的羊群 弟兄姐妹们 读到本篇的时候 希望大家好好思想一下 人生和财富之间的关系 这里 神并没有让诗人 去反对财富 只是借着诗人 在警告诗人 不要仰仗财货 自刮 自己钱财多 诗人在这里所讲的 实际上于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 财主的故事 是一致的 主借着这诗篇 是在告诉我们 那凡为自己集财 在神面前 却不富足的 就会像本诗当中 所讲的 在中贵当中 不醒悟的 如同畜类的人 一样 但愿你和我 都从这样的圣经中 得着美好的教训 接着来让我们 带着祷告的心 来到主面前 亲爱的天父 爱我的主耶稣 天天引导 我的圣灵保回师 我感谢赞美你 主啊 谢谢你今天 将诗篇四十九篇 给我 主啊 你借着诗人 来警戒世上的人 这些人 倚仗自己的财富 就只对今生 有指望 他们不依靠你 也不尊荣你 不敬畏你 但主 求你帮助我的心 让我敬畏你 知道我在你面前 有蒙福的 做你儿女的新地位 这不是靠金钱 财富 为我买熟的 乃是因着你的羔羊 就是你儿子 舍命流血的救赎 因此 我感谢赞美你 求你 不单单将这恩典 让我得着 也让更多的人 能够得着 让我们不去成为 那在中贵中不醒悟 然后就像死亡的畜类 一样的人 我谢谢你 圣灵的训诫和引导 我这样的祷告 乃是奉靠我的恩主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再次感谢我们的主 爱我们 爱你们 落兴 你们 杀美你 人 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